兰西尘与兰望姬心照不宣的对视一眼后,兰西尘道,不过孟瑶投靠你,倒是出乎大家预料,金氏那边把孟瑶曾上金陵台认亲之事大肆宣扬出来。 孟瑶一直没有发声,不过不夜天城里有不少人晚上被套了麻袋,据说这些挨打的人都是传过孟瑶身世的。 但薛阳对此一凯不认,仙门百家也拿不出证据,此事也只能算了。 魏无羡抬头望天,只怕在仙门百家看来,他和他徒弟还有投靠他的手下,这名声怕是好不到哪里了,不过他不信孟瑶没有动作。 兰西尘脚步一顿,声音中有些微妙的感觉对魏无羡道,到了。 魏无羡抬头,倒抽了一口冷气,不知薛阳从哪里搬来的门廊柱高大威严,柱子上雕刻精致的镇压符纹,门头就挂着魏家庄三个大字的牌匾。 兰西尘语焉不祥地道,这两根柱子是不夜天城制阳殿大门的柱子,也不知薛阳用什么法子将它们搬来的,那牌匾所用是温氏宝库内的木材。 有安神驱邪之效,只是安在此处有些,魏无羡再次摸摸鼻子。 兰西尘端方君子不愿口出恶言,魏无羡却是明白他未尽的话语。 虽然薛阳暴发护般作态,但魏无羡并不觉得此事有什么不对,在想孟瑶同薛阳一起。 两人如此张扬,一定有这么做的道理,姑苏兰是看不惯,只怕仙门百家也看不惯吧。 魏无羡占站直身体,对兰西尘行礼道,多谢大哥对薛阳照顾,小孩子张扬歇并不碍事。 何况,他有自我保护的能力。 魏无羡弯腰随意在地上捡了块石头,往大门里砸,金光闪烁石头化作粉末。 魏无羡一脸果然如此的模样,兰西尘轻轻摇头道,还是立个警示牌子为好啊。 魏无羡轻笑,走进大门,道,这阵法如果进门不横冲直撞,根本不会引动。 大哥我觉得,这般就很好。 兰西尘轻叹摇头,兰望鸡面色依旧丝毫没有变化,魏无羡站在门里轻笑,对兰望鸡摆了白手道,如今已经到了姑苏,二哥哥先回云深不知处待我问兰先生安。 魏无羡说罢头也不回地走进魏家庄,五六步后就仿佛消失在空气中一般,再也看不见身影。 兰望鸡此刻才看了兰西尘一眼,问道,家里出事了。 兰西尘摇头,再点头道,你的猜测是对的,有几位书工感觉似要进界了。 渡劫成功的只有你与无羡,书父的意思是问问你们如何抵御天结的,让书工们早做准备。 兰望鸡道,魏英没有结,此方天道有缺,魏英所行轨道有补全天道之功,不需渡劫就能结英,而我等都是吸纳天地灵气,进阶才有雷结。 有吧,正好该送聘礼过来了。 魏无羡直接走进魏家庄,他想亲身试试薛阳所布置的阵法,对于薛阳,他几乎都是放养。 蓝锦炎和蓝慎行在薛阳身边不畏监视,只为保护薛阳的安全。 薛阳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特意指引。 根据仙门百家传言,魏无羡却也能大致了解薛阳如今的状态,不过显然今生不论是薛阳还是梦瑶,他们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,虽然其中有他的一些引导,但做选择的还是他们自己,显然在他们心底还有一丝向往光明的心。 魏无羡一边走,一边点头,出口处以地火,饮水浮露组成迷阵,虽然没有什么攻击力,但是不知虚实的人确实很容易被唬住。 以魏无羡为中心,一股淡淡的气息慢慢散开直到遍布魏家庄的范围。 正在魏家庄中克制浮露的薛阳感觉到魏无羡的气息,放下手里的刻刀,薛阳懒洋洋地走出房间。 魏家庄不大,不过此刻庄子里却没几个人在家,薛阳冷眼看着巴拉在脚上的孩子, 抖着脚有些无奈地喊道,婆婆,我要去迎接师傅,把哀怨抱走。 薛阳真的有些不懂他带来的温室众人,怎么说他们都是出自仙门第一家吧?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温室覆灭后平静地开始种田生活,没有埋怨,没有沮丧? 不过这样的生活,薛阳不得不说很好。 不过看来师傅来了,这样的生活不仅很好,还有了安全保障。 感觉弟弟轻微震动,薛阳带着死活都不愿从他大腿离开的阿怨, 他要去迎接他的师傅魏无羡。 他们所有人的庇护者,魏无羡眼中绽放丝丝暗红色光芒,轻哼一声,来。 怨气涌动,刚产生一丝灵智的狮王,咆哮着狂奔而来,不过狮王藏身处,离魏家庄上远。 不过凶狮不知疲惫,跑到魏家庄也就几个时辰而已,魏无羡不及。 薛阳远远就感觉到魏无羡身上的波动,走进魏无羡时,轻轻吸了一口气, 几个月不见他这师傅身上的气势又增强了。 师尊,魏无羡随意地抬手让薛阳免礼,目光落在紧紧抱住薛阳大腿的阿怨身上。 今生还是第一次见到阿怨,魏无羡轻笑着问薛阳道,哪来的小团子。 薛阳抖了斗腿,阿怨抱得更紧,薛阳略带嫌弃的道,温情的侄子阿怨,父母都死了。 倒也不认生,最爱抱人大腿,甩都甩不掉。 魏无羡笑咪咪地对阿怨道,阿怨,让县哥哥抱抱可好。 薛阳瞪眼,满是哀怨地看着魏无羡道,师尊,你是不是弄岔背了,你是县哥哥,我该怎么叫? 魏无羡扑呲一声笑了出来,侧头不看薛阳有若实质指责的目光。 他只是和阿怨太熟,脱口而出,献哥哥这个曾经的称呼,倒是忘了今生他还有徒儿呢。 什么都不懂的阿怨听见薛阳说话,高高仰头对着薛阳叫道,杨阳。 薛阳翻了个白眼,道,阳死了,狼来了,熬屋,呵呵呵,杨阳熬屋。 阿怨显然不怕薛阳吓唬发出轻笑,还以为薛阳在陪他玩呢,坚持他喜欢的叫法,叫着薛阳。 薛阳显然拿阿怨没办法,干脆不理他。 对魏无羡道,师尊不如先进村休息一下。 蓝氏每月送不及来时,都会送两坛天子笑,正好为师父洗尘。 魏无羡摇头拒绝,对薛阳道,以水火浮路连出迷阵想法不错,可惜防护能力太弱。 我召唤了一具有灵智的凶狮前来提高阵法的攻击。 薛阳目愣愣地看着魏无羡,魏无羡所说的每句话,每个字他都听见了,可怎么连在一起,就不明白魏无羡说了什么。 魏无羡知道,凶狮产生灵智一事,太过惊世骇俗, 如今这样的凶狮虽然都躲在远离人群,积怨之地。 但按照仙门、百家业裂的规矩,他们终究会被世人发现。 魏无羡如今修炼轨道,只怕炼出有神志的凶狮这口黑锅怎样都会落到他的头上。 以其让仙门百家胡乱猜测,还不如他将他们早早暴露出来,让世人知道人能进阶,凶狮也能。 不过要解释给天下人听太麻烦,不如说给薛阳知道就好了。 魏无羡笑眯眯地看着薛阳道,世人皆知,凶狮没有灵智。 如今我与你施工,突破金丹,凝结原鹰,补全此方天道,此方天道灵气怨气不平衡。 天道为了平衡灵气与怨气,赋予凶狮自动吸收怨气,提升智力的能力。 如今,这些有灵智的凶狮都躲到怨气积聚之地,灵智处于懵懂之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